ProtonIris 车侧 车侧 还有它的 水箱护罩 杜克斯条 从原本的银色改为黑色 还有就是新的 Proton厂威 接下来我们来看内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进入车内呢我们可以看到 小升级后的Iris呢 一线型板的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说它采用了这个 有一本Sona一样的仪表板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仪表板边框呢 的四板也采用了 亮黑的气面处理方式 和这一个新的唱机一样 其实呢 这一次改款的 改款的最大亮点呢就是 它的主机 它的唱机呢是带有这个 Mirror Ring功能 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排档杆呢 也采用以Persona一样的排档杆 还有就是它的这一个 座椅呢 以上一款的全皮格式不一样 这一次呢它采用了半皮格式的座椅 它的中间呢带有这个 蓝色和红色线条的点缀处理 可以让整体内装的 视感看起来更加运动化 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小细节就比如说 这个方向盘 它一样采用了皮革包 皮革包裹 不过呢它的边框呢 是采用了这个红色缝线 目前呢在我身旁的 这辆升级版IRIS 虽然官方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发布位 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车身颜色 已从原本的火红色改为线型 现在新的 宝石红色 然后呢原厂也声称 它的这个引擎支架呢 也从原本的4.4 改为现今的3.4 新的IRIS CVT变速箱 经过原厂的优化和调效过后 也有明显的进步 由于它采用这个新的 Goodyard Accident轮胎 所以噪音方面呢也有明显的进步 据了解原厂也为它的 ECU进行了优化 所以呢它的这个加速效果 也比以前来的更强劲 在试驾新的IRIS 它无论是在噪音 还有加速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一直更多详情 请关注我们 破诞众文资讯网 我是直见 谢谢